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a 來到東京旅行又怎可以不走新宿呢 就算不在逛街 轉車都一定會經過新宿站 不過今次就帶大家看看 究竟新宿有什麼特別的景點 以及有什麼對遊客用家朋友的服務 我們今天就會由早到晚帶大家逛新宿這個地方 不過現在真好 我們馬上進去商場逛逛吧 其實新宿的JR站非常方便 連接著多個商場 例如是Lumina 其實還有一個商場可能大家沒有留意 就是前面的My Lord My Lord這個商場的取向比較傾向於年輕的女孩子 所以價格相對於Lumina 整體還是比較便宜 不過非常可惜 它在2025年的3月就會倒閉了 所以我們趁它還沒倒閉之前 快點繞多兩圈 我其實之前已經走了幾圈 所以我都熟熟的 有幾間很便宜的店可以介紹給大家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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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喜歡走My Lord的原因 除了因為很多店舖都便宜、漂亮、正 之外 因為感覺上真的沒有什麼遊客知道這個商場 所以這個商場很闊 又很少人走得很舒服 如果你自己想找些便宜、漂亮、正的服裝 我就會推介這間時裝店 比較街頭風 而且它的東西很便宜 你看看 這裏的衣服都是2090日圓 這裏的飾物都是300日圓 另外它有一點像Free Cost 不過就加了一些時裝的元素 它其實連雜貨都有 例如一些電子用品 然後有些保暖衣 日用品等等 或者是露營的用品都有 所以你在這裏除了可以買衣服、食物、鞋 之外還可以買到日用品 我覺得非常方便 還有一種很潮的感覺 它的設計 你看 街頭風 剛才攝影師看我拿著一些東西 然後你真的買 是啊 因為這裏三對有設計的襪子 是1000日圓三對 我覺得都挺划算的 外面買很貴的 你知道嗎 介紹一下 其實我今天穿的襪子 都是在這裏買 哈哈哈哈 好 我們出來的新宿JR南口 對面有一個Buster Shenzuku 究竟這個建築是甚麼呢 溫馨提示一下大家 這是一個巴士總站 可以去哪裏呢 帶你們看看 這裏是日本國內最大的高速巴士轉運站 除了可以搭巴士去到成田機場 除了乳田機場之外 還可以去到日本國內很多不同的地方 近一點的 譬如是雙巾 河口戶等等 再遠一點的話 就例如在仙台 大阪 一樣都可以去到非常之方便 至於買票方面 基本上可以在網上預訂 又或者是一些專人櫃台服務 或者是自助式的買票 乘車方面 巴士站在四樓 和買票的地方都在四樓 基本上如果你要來這個巴士站的話 來四樓就搞定了所有東西 還有很多不同的手信店 另外三樓這裏就是一個的士總站 如果大家在新宿那裏 不知道怎樣接的士方便的話 就可以來這個的士總站那裏 接的士了 一出來巴士總站 我們一條路走下去 就有一個觀光中心 其實剛才的巴士總站那裏 都有一個觀光中心 不過如果你自己不經開巴士總站 那裏打算下來這個大馬路旁邊逛街的話 其實這裏都有一個觀光中心 可以擺放一下 得到很多的旅遊資訊 非常之方便的 新宿觀光案內所 大家留意一下 它是早上10點開到晚上7點 大家就注意時間了 它其實會提供什麼服務呢 例如有些醫療機構 如果你不舒服的話 就可以過來那裏找他們幫忙 又或者是有些旅行的貼士 還有這裏都有免費的Wi-Fi 如果你的手機突然之間上不到網 都可以來這裏救命的 總結就是 你有些什麼旅遊方面的問題 遇到什麼困難呢 過來這裏便沒有錯 不過留意一下 它是7點就結束了 其實新宿除了出名 可以逛街買衣服買化妝品 買袋買鞋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日用品 精品 又或者是雜貨 和文具等等的貨品 可以買到的 那我就會推薦大家來到 Hans這裏的新宿店 它就位於高度屋本館 二樓至到七樓 它裏面就有些旅遊用品 文具、雜貨、甚至是DIY用品 如果你喜歡DIY的話 就可以過來看看 其實我每次來的時候 和朋友都會很疑惑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 帶一些未付錢的商品 出來這裡再上來繼續繞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我的東西未付錢 但我又想繼續走的話 那些貨品怎麼辦 是沒有問題的 它不會咚咚咚咚咚咚咚 看看有沒有一些新的Chikawa 東西 我上網看說 這間Hans和其他不同的是 它真的有一些櫃檔 即是那個品牌的店主 會去直接介紹給你 而不是TOKYO HANS的工程 好像類似這些 它是這個品牌的店主 自己親自介紹的 其他TOKYO HANS 基本上都是TOKYO HANS 自己的店員 去解決你的問題 但這裡有不同的房間 都是那個房間 自己的老闆 親自去解答你的疑問 所以相對地 對這些商品 是熟悉很多的 有別人的狗狗在這裏 我好天真 這個是貓貓的毛巾 有肉球的 粉紅色肉球 可與不可求 我的貓是黑色的 想跟大家說說 在日本生活 所有洗費都很貴 包括裝修各樣東西 所以整地板都很貴 所以日本有這些 自己貼的地板 就可以改裝家庭了 它其實後面就好像這些 它是膠紙 然後你撕開它 就這樣貼在地上 就可以有一個重新的木地板 如果你覺得 譬如TOKYO HANDS的文具 都不能夠滿足到你文具控 就可以考慮過來世界堂 世界堂有很多不同的文具 而且是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 而且還有很多畫具 畫畫的材料等等 如果你個人喜歡一些美術 畫畫 或者是很喜歡不同的顏料等等 都可以過來世界堂這裡看看 我們很快就來到世界堂的門口 其實我經過世界堂 對它很感興趣 但我還沒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一起看看世界堂裡面 是怎樣的 它的顏色排得很漂亮 很治癒 話說我以前是Soul Art的 然後看到顏色排得這麼漂亮 這麼多豐富的顏色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滿足心靈的感覺 我現在的心情很挖苦挖苦 因為相比TOKYO HANDS 這裡多很多畫畫的用品 我以前小時候畫畫的心 突然之間用了出來 很壞臉 小手工的DIY都有 它有齊世界最高級的畫筆 然後又有教你不同動物的毛 做出來的畫筆又有什麼分別 教得很細緻 好了 我們看完世界堂 沿著世界堂一路直行 我們就會朝著E世丹的方向進發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一個大大的E字 就是鼎鼎大名的E世丹 E世丹在日本來說 算是最高級的百貨公司 如果你想找些禮物 例如LV Gucci Hermes 等 就可以去E世丹 走 它還有可以退席 剛才提到新宿 只是軟井百貨 都已經有三間 這麼多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哪間 打哪間 終於讓我找得到 究竟 魔法少女 每次Kawa專門店 每次經過我一定要進來再掃 每次經過我一定要進來再掃 接著我們一路直行 就是紀伊國屋書店 和迪士尼奇纜店 提提大家 之前新宿東口的Big Camera 即是有UNICO GU那間大型店 之前很多人都會過來走 但是2022年的時候 其實UNICO 已經在收拾了 就只剩下Big Camera 但是有個好消息 10月25日 它重新開回UNICO 它又再一次成為 這個Big Camera 來買UNICO 和GU的地標 我身後的是紀伊國屋書店 其實它是一個 綜合的大型書店 然後其實它除了有賣書之外 還有一些文具用品等等 它的書種類都非常之多 另外其實原來東京 已經把它標為歷史建築 就算你不買書 也可以過去看看 欣賞一下這個歷史建築 是不是想不到新宿 除了逛街購買之外 也有這麼多文青的東西呢 好可愛 之前這個3D貓貓的看板 只有這邊 現在原來兩邊都通的 新宿這個非常出名的3D貓貓廣告 不要打算看了一次就夠了 因為它是會有新版的 最近還有Kuromi出現 在新宿逛街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喜歡走Lumine Lumine 其實有分Lumine 1 Lumine 2 和Lumine East 究竟三間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之後都會再拍片 慢慢跟大家說一下 不過現在我們來到Lumine East 這裡是有一間特別的店 想跟大家介紹的 Lumine East的B1 其實有一個非常熟口麵的西瓜卡 企鵝專門 我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之前只有東京站才有 不過現在新宿都開了一間 還有新宿的限定商品 我以為是拔出來的那種 抱歉了 抱歉了 新宿限定的 好可愛 大家來旅行的時候 如果剛好住在新宿區的話 夜媽媽肚餓可以怎樣算好呢 如果大家覺得 DONKEY又行得爛了 便利店又吃得爛了 可以過來這裡 就是我們總編推介的 MARUETZI 這是一個24小時的超級市場 雖然它是新宿的綠丁木區 但是24小時的超市 的確是比較少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過來這裡 看看有沒有什麼食材適合 就可以買回酒店吃了 在新宿逛街購買 當然不少 就是去藥妝店送貨 如果在新宿的話 除了重本清等等各式各樣的藥妝店之外 有一間我特別推介的 就是我們現在走過去的COSMOS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COSMOS這個藥妝店 其實它是在四國 九州等地區 是一個非常之大型的連鎖藥妝店 不過近來它都在東京和大阪等地區 開始有分店了 而我身後這間COSMOS 我們Light Japan也有跟它做Q房的聯成 大家記得用Light JapanQ房買東西 會有Discount的 好了 然後介紹一下 其實它出名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商品價格是特別便宜的 我們不如進去看看 這間COSMOS是有兩層的 上面是賣藥品 下面是美妝用品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很留意這個 就是頭髮用品 我自己就經常見到 日本人會推介這個品牌 它就是一個髮膜 然後你塗在頭髮上 就可以保護你受損的收髮 令到你的頭髮更加有光澤健康 可以很飄逸很漂亮的 之前我不是經常會跟大家介紹 一些眼妝用品的 最近我新檢查到一個 原來Kate的眼影是人氣第一 我也想試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用呢 現在黃昏時間 我們可以去一個很浪漫的地方去看看 你看廁所多浪漫 好像那些歐洲歐式廁所 浪漫的歐式廁所 麻煩你踢一下 請踢進去 其實在新宿這個鬧市區 就有一個神社 這個花園神社是新宿非常出名的地雕 另外它其實會不同的季節 都會有不同的傳統活動 所以你看到長期都可能在搭檀 就是有不同的傳統活動 你們經過的時候都可以進來看看 基本上花園神社都是長時間開放的 如果你晚上或者任何時間都好 有心上來參閉一下 其實都可以的 很多都是寫英文 很多遊客都會過來花園神社 其實之前為何我會知道花園神社這個地方 除了這次合集 我們同事一起討論的時候 有提及過之外 其實我之前看了一部入劇 都有出現過花園神社這個場景 另外 很多鬼故都跟花園神社有關 好了 我身後這條通道就是我所說的兩棟大廈 中間夾著一條小路直達神社 這條路都非常出名 而且由於是新宿這個鬧市區 突然之間有一個小路入到神社 這件事都頗特別 我們可以穿過去看看 因為我覺得花園神社 日頭和開燈的時候都很漂亮 黃昏時候來看就剛剛好 黃昏時候看到兩旁的燈都亮了 是不是很有感覺呢 花園神社出來後 直走一個街口轉右就會去到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可能很多人如果在新宿那裏住的時候 又想感受一下日本前湯 或者是要在新宿的地方想找到地方休息一下的話 就可以去前湯那裏 因為那裏可以做做SPA 又可以浸泡肉 然後又有顏盆肉等等 可以讓你放鬆身心 而且重點是24小時 你凌晨去都可以 我們看到這個街很有趣 所以打算走一圈 好像人中之龍會出現巷 我剛才看到裡面的酒吧 也很神秘 這個有個排隊店 是拉麵 年終無休和24小時營業 大家可以過來吃拉麵 我們攝影師吃過是好吃的 重口味就適合了 我是 我們剛才經過一個小小的 我的小小的力險之後 我們就繼續向我們要去的地方進發 不過我覺得這樣走一下 然後中間出現了很多有趣的事物 去探一下險這件事是頗開心的 這麼快就來到我們的目的地 就是這個新宿的大型潛湯 其實它還可以做SPA 顏盆浴 按摩 按摩 SANA等等 很多時候大家去旅行的話 可能會覺得 很周居勞動 很累 但是如果想找個地方放鬆一下 又想不到可以去哪裏 那我就會推薦你來這裡 其實它就是2015年開業 新宿第一個大型的放鬆設施 這個潛湯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非常之有心思 就譬如現在秋天 就有一個廣島的festival 它就有一些廣島的食物 還有可以BBQ 再看一下 哇 好nice 因為它在遊客區 所以如果大家不懂入文的話 都不用擔心 它有各個語言support 譬如是韓文 或者是中文 英文等等 一樣沒問題的 留意一下這個潛湯 它是24小時 所以你們晚上就算凌晨做完 都可以過來針 新宿是一個夜夜新歌的地方 其實就算晚上都很多東西玩 譬如是各式各樣的game center 之前其實新宿就開了一個 和歌舞記丁Tower 裡面就非常有這個日本特色的感覺 有很多燈籠 色金魚的燈籠 而且也可以夾公仔 扭蛋 很多東西玩的 適合遊客 另外其實餐廳的位置 都還有一個舞台有DJ打碟 我們上去看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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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光武忌丁Tower的入口 其實之前我和實施都有在這裡拍過影片介紹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關於光武忌丁Tower的資料 可以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但這次都略略和大家說一說 一進來就看到很多日式燈籠 非常適合外國遊客的口味 因為其實這棟建築都真的要做遊客生意 所以又會有一個舞台有DJ打碟 或是會有歌手唱歌 另外也有很多酒吧 有一種日本和西洋文化混合的感覺 如果你想在東京這裏一次過品嘗日本不同地方的好吃食物 就可以直接來這裡了 接著就來到扭蛋夾公仔這一層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有很多部扭蛋機 還有可以外幣兌換 所以你不用擔心自己會不夠扭蛋夾公仔 是夾公仔機啊 我們看看有什麼夾 好滑浪啊 好久沒見它 是不是暴露年齡的 其實這個場是非常歡迎大家 可以慢慢放鬆放鬆下去玩的 所以它是很歡迎大家一邊喝酒 一邊夾公仔扭蛋 打遊戲機等等 你看到我身後其實有很多酒精飲品 我又忍不住想夾公仔 不是啦 這裡的夾真的比較緊 不知道夾不夾到呢 跟大家說實話實 這裡的夾很緊的 然後夾不到的話 真的很尷尬 我們去下一個景點介紹了 我們去下一個景點介紹了 高武記丁塔華外面這個空地 偶爾會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現在好像都有一些準備中的活動 不知道將來會有什麼活動 之後會有什麼活動 就是一個酒吧 它出名的地方就是窗口的位置 很多時候都會有不同Cosplay造型的一些女孩子 跟大家揮手打招呼 但是其實他們不是每晚都在 問了店員 他們就說 多數都是逢星期五六日的晚上 大概晚上六點半 Cosplayer都未到場的話 其實當日就不會有Cosplayer在了 很可惜今天問了店員 店員說今天沒有Cosplayer 所以就由我頂上了 好了 我們轉出去 新宿高武記丁著名地標之一 就是這個哥斯拉酒店 你看到有很大的哥斯拉 摔了頭出來 其實它不是賣哥斯拉的電影 它是一個哥斯拉主題的酒店 裡面有不同關於哥斯拉主題的房間 如果你喜歡哥斯拉的話 就可以過來訂購這個哥斯拉酒店的房間 這次就跟大家介紹了新宿日與夜的特色景點合集 不知道你最喜歡哪個景點 又或者你對各個景點有什麼感想呢 留言告訴我們吧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都希望你可以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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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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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